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女儿对我恨之入骨 我送她学画画,她说我在浪费她时间 她和小婚混谈恋爱,我不同意 她说我羡慕得她幸福 她在全国绘画比赛获得大奖 保送名牌艺术院校 却在获奖感言中哭着说我不配做妈妈 后来,我被她推下电梯井摔死 她却说她终于自由了 重活一世,我卖掉昂贵的画材 取消她的培训班 我看着她一步步走向堕落,无动于衷 她终于后悔了 我刚重生回来,就接到了培训班老师的电话 亲亲妈妈,距离绘画比赛只剩三个月了 如果能拿到大奖,就能直接保送名牌艺术院校 这孩子天赋很高,头脑聪明,知识一点就透 以她现在的水准,只要每日坚持练习 保持手感,到时候拿到前三名不是问题 我们这边有个美术集训正在招生 月底就开始,您可以考虑一下 我听着老师的话,神色黯然 女儿从小喜欢画画,说想当大画家 我家境普通,但还是存钱送她上培训班,给她买昂贵的话具 如今掐纸一算,已经学了近十年,花了数十万 上辈子,我也接过这通电话 三个月的封闭式集训,加上住宿饮食,要四万多块钱 等于我半年的工资 那时候,我刚发现老公谭,洪伟出轨 小三已经怀孕四个月 谭洪伟为了娶她,一直在和我闹离婚 她要全部财产,我不同意 她就影响女儿画画,让婆婆到我公司闹 选想方设法叫停女儿的集训和比赛 她知道我是女儿如命 威胁我要是不愿意放弃财产 她就不给我女儿的抚养权 我拗不过她,只能带着女儿净身出户 我为了女儿的前途 用我卡里仅剩的几万块钱 咬牙给她报名了 好在,集训效果非常好 她在全国绘画比赛多得一等奖 多所知名艺术院校随便挑 看着她的奖杯,我留下了自豪的泪水 我本以为终于熬出头了 没想到她却在获奖感言中 哭着控诉我这些年来的罪行 她说,她恨我入骨 她说我不顾她的意愿 逼她学她最讨厌的画画 浪费她宝贵的时间 她说我赶走了她最爱的爸爸和奶奶 不让他们见面 她说我羡慕得她幸福 把她和她心爱的初恋对象生生拆散 她说我道德绑架 以爱之名夺取她的自由 最后,她说了一句 有些人根本不配做妈妈 她的发言上的热搜 引起全社会的轩然大波 无数青少年和她深切共情 佩服她敢于发声的精神 成为她的粉丝 而我,成为众使之的 每天都能收到电话辱骂 邮件和短信都被脏话塞满 公司为了影响,将我开除 亲戚朋友也因此疏远我 不跟我联系 我受到网报 得了重度抑郁症 每天头痛欲裂 只能吃药控制 她偷偷换掉我的药 让我症状日见加重 还趁着电梯故障停用期间 将我骗到走廊 从26楼推下电梯井 坠落之前 我听到她狠狠对我说了一句 妈妈 再为我付出一次吧 只有你死了 我才会得到幸福 我死后 她拿出病例单 向远景证明我是自杀 她将我那摔得不成人形的尸体 草草烧成灰 连葬里的末半 就直接埋进破败的坟场 她说她终于自由了 我为她付出时间 付出金钱 付出心血 最终就是这样悲惨的下场 而从未把她当回事的 谭红伟和婆婆 却能和她亲密合照 收获网友们的祝福 我将她捧得光芒万丈 到头来却是我食恶不赦 我呼吸带着良意 对老师说 谢谢老师 但这件事我管不了 你还是去联系孩子的爸爸吧 既然如此 这一世 我还她自由 她喜欢初恋 喜欢爸爸 喜欢奶奶 那就让她跟他们过吧 我不会再管她了 说出那句话 花费了我莫大的勇气 但说完 却感觉浑身都轻松了 原来 放弃执念 抛去负担 是这般美妙的感觉 我起身 环顾四周 客厅墙面上 贴满女儿大大小小的奖状 都是她靠画画得来的荣耀 我以为 她也像我一样 把这些荣誉是若珍宝 可上辈子我死后 她将这些奖状 连同我的衣物 全部扔进垃圾 厂坟烧殆尽 我家三十一亭 是我和谭洪伟打拼多年买下的 如今刚还完房贷 自从我生完孩子 谭洪伟就开始嫌弃我身材走样 穿衣墨品味 还整日说我是皮肤不好的黄脸婆 女儿出生后 她嫌女儿彻夜大哭大闹 影响她睡觉 就开始和我分房睡 一直持续到现在 谭洪伟自己住一间 女儿住一间 最后一间被改成了女儿的画室 而我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床 但凡有一天 莫把床灰覆成沙发的样子 就会被老公骂不做家务 还不如娶个保姆 婆婆也经常束落我 说我莫能耐生儿子 还好吃懒做 一回家就把自己当大爷 我每天早七晚四 还要做家务 伺候谭洪伟和谭千千妇女 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我一直忍气吞声 任劳任怨 就算日子过得和丧偶 没失魔区别 就算女儿的教育 花费她从来都不愿承担 一分一毫 也一直没有和她提离婚 没想到 她早已出轨多年 出轨对象也不止一个 现任小三 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 医生说是男孩 小三天天跟她甜言蜜语 吹枕边风 让她跟我离婚娶她 婆婆一直想抱孙子 也总催促谭洪伟 早日把事情办妥 迎娶新媳妇回家 我为了女儿的前途 净身出户 终日默默忍受着她 嫌弃我又穷又莫能耐 嫌弃我不懂得化妆打扮 嫌弃我穿旧衣服 出门给她丢脸 嫌弃我只能租得起 学校对面五十平的出租屋 她怎么不想想 我为什摩会穷 为什摩只穿旧衣服 是我愿意这样的吗 学艺术比读书贵了数倍 我的钱几乎都花在她身上了 根本没有余亮经营自己 我也想过得好一点 我也想做精致女人 但因为她 我做不了 不过还好 我重生了 这辈子 放弃她这个累赘 我就可以努力赚钱 买漂亮时髦的衣服 鞋子包包 用大牌护肤品化妆品 我可以用我的全部时间 金钱精力 投资经营我自己 我有充分的时间 享受我美好的人生 我来到女儿的画室 那里原本是我的房间 有着属于我自己的大衣柜 但随着她长大 我的个人储存空间被日渐压缩 鹦鹉一批又一批地被她扔了出来 到最后 只能放在塑胶箱里 堆在角落 女儿的话剧很多 还越买越昂贵 几乎堆满半个房间 柜子里也收着许多用旧的话剧 还有许多颜料 剩了一半就被她弃制了 我觉得浪费 跟她提过基次 让她尽量节省 告诉她话剧旧了可以换 但颜料起码用完了再扔 她却跟我大发脾气 说用旧的话剧影响她心情 不光画不好 带到培训班还会被同学嫌弃 如果我非要让她用旧的 她就再也不画画了 我无奈之下 向谭洪伟求助 希望她能帮忙劝劝女儿 毕竟女儿最听她的话了 她却根本不管 还夸奖女儿做得对 她甚至反过来嘲讽我 说这是我偏要送女儿学画画种下的音 那魔就要接受这样的果 这时我才知道 女儿铺张浪费 全拜谈宏伟所赐 她时常跟女儿说 用旧的话剧丢人 要用新的 她说家里有钱 东西用不顺手了 就直接换 她支持女儿 她做那个大方的好爸爸 让我做那个空门的小气鬼 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都不管用 最终 我为了女儿的前途 只能默默承受巨额花费 我看了一圈 我上个月为她新买的那批话剧 价值不菲 几乎都是九成新的 她却说已经坏了 让我再重新买 否则她就再也不画画了 柜子里也有很多昂贵话剧 只是因为染了颜料 脏了一点 就被她全部丢弃了 我将它们取出来 擦拭干净 逐个拍照 挂到二手平台折价出售 这世上 还有很多买不起话剧的孩子 需要这些东西 女儿既然不懂得珍惜 那就都不给她用了 收拾得正在信头上 我的手机响了 我接起电话 是谭红伟 她不等我开口 对我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江念 我就问你 你让老师给我打电话 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嫌贵 不想再花钱了 就要让我给谭千千 交补课费 做梦吧你 不可能 那什么破极训营 有什么用 三个月就要四万块 抢钱呢吧 就这你也好 意思让老师 给我打电话要钱 你见不见啊 我看你这个女人 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一天天的就知道 得寸进尺 我告诉你 我从一开始 就不同意谭千千 学那个破美术 学好了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点进场 打工赚钱 你要是非要让他 去集训营 你就自己交钱 我是一分钱 都不会花的 你休想 从我这里骗到钱 他嗓音红亮 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只觉得可笑得很 看啊 这就是女儿 最喜欢的爸爸 为了他一分钱 都不会花的爸爸 上辈子 我就是怕谭红伟 舍不得花钱 给女儿学画画 浪费他的天赋 耽误他的大好前程 才坚决没把抚养权 给他 离婚后 女儿天天跟我闹 说是我恶毒 才把爸爸奶奶赶走的 还总说 要去跟爸爸住 和后妈生的 小弟弟一起玩 这辈子 就如他所愿吧 离婚吧 谭红伟 我淡淡开口 他先是愣了一瞬 然后惊喜道 真的 我没听错吧 你终于愿意离婚了 我说 嗯 好 我赚得比你多 女儿抚养权给我 你摸意见吧 他得意洋洋道 他知道 我肯定不愿意放弃女儿 会为女儿牺牲一切利益 就想用和上辈子 同样的方式拿捏我 如果你执意要带走女儿 除非你净身出户 否则我是不会 把女儿的抚养权让给你的 你好好想想 是要身外之物 还是要你宝贝女儿 我今晚有个会 八点到家 你准备好饭菜 回去我们 就签离婚协议 对了 如果你要女儿 别忘了提前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就搬出去 把房子给我的老婆 儿子让出来 说完 他就心高采烈地挂断电话 我笑出了声 他笃定我会要女儿的模样 实在是太滑稽了 我联系了一位律师 让他帮忙 拟定一份离婚协议 又到楼下的印刷垫列印出来 全部财产归我 女儿归他 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一事我要争取本该属于我的利益 让唐宏伟那个出鬼恶 臭男净身出户 不达木的我绝不甘休 我靠在沙发上 查看二手平台 我惊喜地发现 不久前刚挂出去的积分画材 已经有人下单了 没想到卖出的速度这么快 我趁热打铁 将剩下的全部打包上架 而后将已经卖出的部分 带到社区一站游寄了出去 原本满屋满贵的画材 此刻已经全部被我打包装箱堆在墙角 难得显得房间空旷 全部处理完后 我有些疲惫 点了份总价三百多块的烧烤 和小龙虾外卖 我结婚后 莫怎么吃过上百的食物 但为了庆祝重生 我愿意请我吃顿 前世不舍得吃的美食 这时门锁开了 女儿背着书包 放学回来了 她看到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休息 餐桌上也没有给她准备的晚饭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她用力将书包甩到一边 把门砸得砰的一声巨响 而后怨恨地瞪着我 对我大声吼道 你这个恶毒的老女人 是不是准备给我报级训营 爸爸都跟我说了 你这个新鸡女 为了让爸爸同意 还特意让老师给我爸打电话 你是何居心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上那个迫级训营的 我上培训班 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 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还没有爸爸心疼我 他都能说我不想学就不学 你倒好 偏逼着我学 还要给我关进画画监狱 你想得美 虽然已经决定放弃女儿 但听到他说这样侮辱的话 我的心脏还是如同刀割 谭洪伟告诉他这件事的目的 我不用猜就知道 他在女儿那边煽风点火 让女儿跟我闹 他在坚决站在女儿的阵营 跟我对着干 这样我要报名 就只能自己拿钱 海里外不是人 真是妙啊 但这招数对我来说 早就过时了 我摇摇头 对他一字一句道 你想多了 我不准备给你暴击训营 如果你想去 你爸也愿意让你去 就让他联系老师交钱 我不管这些事 女儿没想到我会这魔说 面露狐疑 你真不管了 上辈子 我跟女儿提议 要暴击训营的时候 他撕心裂肺地对我大声叫骂 还摔了画板 把颜料泼得满墙都是 我不愿放弃 这个最后冲刺的机会 给他讲道理 我告诉他 别人高考要奋斗一整年 他只需要奋斗三个月参加比赛 就可以上名牌大学 前途无量 他却大吵大嚷 说他讨厌画画 说画画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浪费他宝贵的青春 我不懂 明明以前喜欢的 怎么到现在就讨厌了 难道是因为我的督促 让他失去兴趣了吗 我以为是我错了 一度怀疑自己 于是不准备给他报集训营 也不再监督他练习 直到临近报名截止 我才终于从他高中班主任口中得知 他早恋了 他之所以耐摩抵触 封闭集训 不是因为讨厌画画 不是因为我的逼迫让他抵触 只是因为刚谈了个笑爱男朋友 要是参加集训 就三个月不能见面了 仅此而已 我经过一番调查 得知女儿的男朋友是个小混混 抽烟喝酒 染着黄毛 满口脏话 左摇右摆 随地吐痰的小混混 那小混混初中就辍学了 现在游手好闲 天天在网吧打游戏 靠卖游戏装备混饭吃 还吃了上顿墨下顿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也不懂重点高中的女儿为什么会看上她 总之 我不能让小混混毁了女儿 我第一次跟女儿生那磨大的气 强行给她报了集训营 我告诉她 如果她好好学 拿到大奖 我在考虑是否要同意他们的事 否则一切免谈 女儿跟我闹了好几天 把画室搞得一片狼藉 但最终还是去了 正如我所料 女儿刚晋级训营半个月 小混混就劈腿 交到了新的女朋友 和她提了分手 女儿大哭一场 把他们分手的原因都算在我的头上 我只用半个月时间 就让女儿看透小混混真面目 将她从泥潭拉了出来 可她呢 却从此怨恨我 说我羡不得她幸福 真可笑啊 想到这 我郑重地回答她 没错 我不管你了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都不会再管你了 她皱着眉打量我 依旧在分辨我言语中的真假 半晌后 她才狠狠瞪了我一眼 你说话算话 要是我发现你骗我 我要你好看 说着 她就捡起书包进屋了 三秒钟后 她又冲了出来 怎么回事 我东西呢 我低头看着二手平台 只见又卖出了机箱画材 我慢悠悠回答 你既然不想学画画 那就不学了 你不珍惜我买的画材 那我就便宜卖给别人 你再想学什么 就跟你爸要 他一定会给你买更好的 你今后的任何事 我都不干涉 如你所愿 我还你彻底的自由 她看向清空的画室 结合我的态度 终于彻底相信了我的话 她喜不自胜 嘴角忍不住上扬 太好了 你这个老女人终于想通了 我不想去集训营 培训班也不想上了 可以吗 我点头 当然可以 今后的课程 我会给你取消的 她想了想 又问 我谈了个男朋友 对我特别好 你不会拆散我们吧 还有 我吃外卖 吃垃圾食品 你不会骂我吧 你不会再检查 我的作业了吧 打游戏 你也不会阻止我了是吗 我只是点头 当然 我都说了 不会管你 她欢呼雀跃地 回了房间 开始打游戏 不过一会 我的外卖就来了 除了刷满酱料的烤串 我还点了足足 两斤小龙虾 在桌子上依次摆开 绝对能吃个过瘾 我刚戴上塑胶手套 女儿就闻着胃出来了 她惊喜道 今天吃小龙虾和烤串 太好了 我最爱吃了 你个老女人 终于开窍了 是不是爸爸跟你说了什么 肯定是爸爸的功劳 对吧 不然你不会对 我这磨好的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和他一起吃 不想和你这个老女人一起吃 我不禁苦笑 上辈子的我 真是个活脱脱的傻子 竟然为这磨个 识人不清的白眼狼 费心费力 我的心逐渐冷硬 缓缓道 这不是给你们的 是给我自己的 今天我想要犒劳自己 才给我自己点了一顿大餐 你如果想吃 就让你爸给你买 和他一起吃 他那么爱你 肯定不会拒绝你的 你跟他撒撒娇 说不定还会请你吃更好的 他文言暴怒 当场举起一盒小龙虾 狠狠摔到地上 盒子被摔烂了 小龙虾滚的满地都是 鲜红的油汤 酱汁混着辣椒 蹦践到洁白的墙面上 老女人 你可别太过分了 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内抹好心肠 说什么不管我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服软 向你认错 答应你继续学画画 我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都不会再碰画画 更不可能参加那破烂集训营 你不给我吃饭 好 那我就让我爸给我买 我是他最心爱的女儿 肯定能给我买更多更好吃的东西 你就极度去吧 恶毒的老女人 我叹了口气 女儿性格果然遗传了他爸 狼心狗肺不懂感恩 还总是想美事 遗传我的 可能只有长相和绘画天赋了 他当着我面 给谭红伟打个电话 喂 爸爸 我好饿啊 那个老女人 点了烧烤小龙虾 好香啊 但他一口都不给我吃 还说再也不管我了 不知道抽了哪门子的风 爸爸给我带回来点好吃的好不好 我想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好的 好的 都可以 谢谢爸爸 他拿起我的小票看了一眼 又咬牙切齿补充道 他点了三百多块钱的 那我就要六百块钱的 气死那个老女人 啊 信号不好吗 好的 那我先挂了 我一脸无语 信号不好 女儿一说想吃贵的就信号不好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 挂掉电话 女儿冲我洋了洋下巴 听到了吗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要给我带六百块钱的好吃的 爸爸对我比你对我好一百倍 你这个尖酸刻薄的老女人 竟敢用恶肚子威胁我 有爸爸给我撑腰 你不会得逞的 说完就要武扬威地回屋了 我耸耸肩一边吃着剩下的小龙虾 一边看电视剧享受前所未有的惬意 一个小时后 谭洪伟终于回来了 拎着一盒九块钱的麻辣烫 女儿风一样冲出来 扑进谭洪伟的怀里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我好饿啊 然而 当他看到那盒麻辣烫时 脸色微变 谭洪伟却神色如常 摸了摸女儿的头 温柔地把袋子递给女儿 爸爸知道你爱吃麻辣烫 特意让老板多麻多辣 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爸爸在公司和同事吃完了 没法陪你吃晚饭了 下次再陪你吃好不好 我拨着小龙虾 什么话都没说 静静地看着他表演 我离他老远 就能闻到他一身的火锅味 说什么吃完了 分明就是舍不得 给女儿买那魔贵的晚餐 就在回家之前 自己偷偷吃顿火锅 再买不到十块钱的麻辣烫回来 当面一面背后一面 真是让他玩明白了 女儿却实喜欢吃麻辣烫 尤其是食品安全 没有保证的路边摊 我让他少吃 他不听 每次都缠着谭洪伟给他买回来 每次都说 爸爸对他最好 让他吃好吃的 然而这次他却不太开心 他试探性地开口 爸爸 我之前说 我想要六百块钱的 谭洪伟惊讶 什么 还说了这话 爸爸不知道啊 肯定是因为信号不好 哎 这样吧 下次爸爸补偿你好不好 女儿委屈地点点头 他还记得 刚才跟我夸下的海口 一时间目光闪躲 不敢看我的神情 谭洪伟总说下次 下次给对方画大饼 却很少实现 我早就习惯了 女儿却深信不疑 上辈子我不忍心 她一直被骗 提醒过她 谭洪伟的话 不要全部相信 她却当场大骂我污蔑 她最爱的爸爸 是个挑拨离间的阴险女人 不过 谭洪伟这人 很会拿捏人心 只见她拿出了一个 粉红色的包包 递给女儿 千千 这是爸爸特意给你带的礼物 原谅爸爸好吗 我瞅了眼 就是社区门口摆地摊 15块钱一个的 她买的这个款式 我前两天还见到过 女儿眼睛一亮 连忙接过来抱着 喜欢的不得了 这么漂亮 还是爸爸买的 起码要有几千块钱了吧 谢谢爸爸 我差点笑出声 真是不识货到 一定境界了 我算是明白了 女儿收礼物 不看材质 不看牌子 只看是谁送的 只要是我送的东西 就是地摊货 爸爸送的 就是专柜几千块钱金 挑戏选出来的 我苦笑一声 低头吃自己的串 谭洪伟拖鞋进屋 发现满地的狼藉 皱着没问我 江念 你怎么回事 我指了下女儿 你问她 女儿猛地一跺脚 你个老女人 别污蔑我 分明是你听到爸爸 说要给我带好吃的 才气得摔在地上的 你看啊 把墙都弄脏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爸爸你快管管她呀 谭洪伟下一时相信女儿 而不是相信我 又或许 她只是为了 营造一个好爸爸形象 故意向着女儿的 她严厉批评我 你都多大人了 还耍小孩子脾气 也不知道丢人 你吃完没 吃完赶紧给这片收拾了 下不去脚步说 屋里弄内膜大胃 晚上还怎么睡觉 你还有没有点女人样 家务做不明白 还弄得一团糟 我笑了 轻飘飘用竹签指向客厅 茶几上放着离婚协议 你去签了吧 我们速战速决 女儿耳朵一竖 离婚 你们要离婚了 太好了 离婚之后 我要跟爸爸 才不要跟你这个恶毒的老女人 爸爸 我最喜欢你的了 你可千万要带我走啊 否则我肯定会被这个老女人逼死的 爸爸你快点签吧 我们明天就把这个老女人赶出房子 谭洪伟嘴上说着 当然了 爸爸当然会要宝贝女儿 等爸爸先看看这个协议 女儿欢呼 耶 终于要和爸爸过幸福日子了 然而 谭洪伟看完协议内容 脸色大变 你什么意思 他质问我 我淡定道 字面意思 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签了吧 女儿在旁边附和 快签吧 快签吧 爸爸 我已经等不及了 谭洪伟拎着离婚协议 甩到我面前 你要不要脸 怎么好处都让你占了 让我抚养女儿 还想让我净身出户 我眼皮微抬 反问 好处 怎么 难道你不想 抚养你最爱的女儿 女儿听了立马跳脚 喂 你这个坏女人 不要挑拨离间 否则我就把汤汁 托你一身 爸爸 你快告诉她 你要抚养我 让她难堪 死到临头 还满肚子坏水 活该当一个 没人要的顾家寡人 有了女儿的助攻 谭洪伟不得不顺着说下去 我当然想了 我怎么会放弃我的女儿 只不过 净身出户太离谱 我不能接受 让我抚养女儿 那我就要全部财产 包括房子 不然我怎么能抚养好女儿 我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 好处全让你站走 我什么都没有 她被我对得一时 尖牙口无言 本来她是想拿捏我 让我女儿财产选一个 不曾想 我几句话就反客为主了 她咬咬牙 一半财产 你给我一半财产 不过 你要是想要女儿的抚养权 我可以考虑让给你 但你就要给我全部财产作为交换 女儿在那边大叫 爸爸你这是说了什么话 我才不要跟那个老女人 谭红尾急得脸红脖子粗 恨不得冲过去把女儿的嘴堵上 我站起身 眼神冷漠 财产 你一个出轨的渣男 还有脸要财产 你要是不赶紧加起尾巴净身出户 我就去法院告你 让你把这几年赠予小三的房子和车海回来 到时候你将一无所有 所以好好权衡一下利弊吧 谭红尾 然后把字签了 谭红尾后退两步 脸色惨白 女儿惊讶 爸爸 你出轨了 那个女人还怀了孩子 太好了 是男孩女孩啊 我早就想要一个弟弟了 不过妹妹也可以 弟弟妹妹都可以 爸爸 快跟着老女人离婚吧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和弟弟阿姨一起生活了 爸爸你内膜能赚钱 还给郭阿姨内膜多东西 肯定够我们用的了 剩下的 等以后再挣吧 我相信爸爸和阿姨 一定会比这个老女人赚得更多 我在附和 没错 你爸赚得可比我多多了 那个阿姨也是 你们不会缺钱的 不过我知道 那个小三是谭红尾公司的实习前台小妹 拿着极低的工资 不到我的两成 却又花钱大手大脚 中专毕业以来 一直被人包养 现在这次怀孕 已经不知道是他的第几次了 谭红尾的脸一会红一会白 最终咬咬牙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满意接过 明早民政局门口线 我嘱咐他们两个人 晚上收拾行李 明天就搬走 然后 我就拿着提前收拾好的随身物品 出去住豪华酒店了 我家餐厅在门口 此刻满地的小龙虾汤汁 走路来回都不方便 他们收拾东西 不想被殃及 自然会主动打扫干净 我根本无需担心 我在酒店浴室 舒舒服服 跑了个热水澡 回想起上一世 兢兢业业照顾家人 我都为自己感到好笑 不过还好 我重生了 一切都还不晚 我整理一番思路 提前计划 我这辈子要做的事 明天早上醒来 就是全新的开始 次日 我和谭红尾领了离婚证 然后看着他们搬离我家 谭红尾倒是一点都不吃亏 直到房子归我 带不走 就把电视机洗衣机冰箱 微波炉都搬走了 但没关系 这些家具本身就已经很旧了 我准备全部换新 他们离开后 我看着满地垃圾 却显得空荡荡的家 常常舒了口气 都结束了 我先是将剩下的机箱画材 打包发货 然后联系房产仲介 登记出售这套房子 而后在市中心买了一套精装小公寓 用于居住 平时上下班方便 回家的路上 又在楼下商业 接办了健身房的年卡 没过两天 房子就卖了出去 我把房款和财产的三分之二 存了定期 剩下的作为流动资金备用 最后 我辞职了 我原来的工作安稳 压力不大 所以我才能兼顾家庭 但弊端就是 不会再有什么提升的空间 重生回来 我对生命的理解 和以前有所不同 我也不想再做 机械性重负的无聊工作 我要为自己而活 我用流动资金的一半 买下了一间 经营不善 濒临倒闭的画室 上辈子 我就看到了出售的公告 还有一瞬间动心 奈何我没有足够的存款 就算买下 也莫时间经营 更无法毅然决然地辞职 我若辞职 经济来源就断了 女儿的培训费 我就莫法交了 后来 这家画室被其他人买走了 经营妥当 学生越来越多 一个月后 新地铁线开通 画室旁边一百米就有一站 成为是这片区域 距离地铁站最近的画室 从此学生暴增 我现在有存款 还没有女儿这个最大的负担 我陪女儿学画画多年 我又自己默默研究过许久 对画室的经营几乎算是撂若指掌 而且我也从小喜欢画画 当年经济不发达 爸妈说学画画没前途 就算我表现出极大的天赋 也坚决不让我走这条路 这也是最开始 我全力支持女儿学画画的原因 我当时认为 我的梦想没有实现 但我可以实现我女儿的梦想 而我现在才明白 自己的人生就是自己的 谁都替代不了 既然如此 我有什么理由不自己去试试呢 刚好 我微信里有许多美术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高薪聘请机位技术好 又有名气的老师 作为画师的招牌 我找人彻底打扫 然后再次布置了一番 不同于先前的灰色系的冷冰冰 而是用桌布 墙纸 花盆 点缀城宗皇城的温馨色系 每间教室 都摆放着饮水机和小零食 我要把这里打造成 有人情味的地方 同学们来画师 大多都是为了应对依靠 纳摩 我除了提供教学和场所 还要让大家在这里 可以最大程度缓解压力 让他们对这里 产生对家的依赖 我的思路 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短短几日 营业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许多同学喜欢这里的氛围 在九块九的体验学习过后 表现出想长期在这里学习的强烈意愿 我趁热打铁办了个活动 开业前一个月 年卡会员八折优惠 我回本了 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新地铁线如期开放 我的画师学员更多了 周末几乎没有位置 必须预约才能来 我几乎没有犹豫 就把画室上面的楼层也买下来了 楼上原本是个书店 因此只有面积巨大的大房间和七个小房间 我没有砌墙 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我留下部分的品质不错的木制书柜 靠墙放在大房间的四周 摆放我能搜集到的全部美术书籍 以及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集合解析 这样一来 楼下注重分班教学 楼上则作为集体练习区域 每日都有老师寻查指导 面积扩大了一倍 收入却翻了五倍 整个市区的一考生 几乎都知道 这里有间面积非常大的美术生的自习室 价格优惠 还可以随意吃零食 累了困了 甚至可以去沙发上小气一会 我的生意更火爆了 我招了些员工替我管理事务 瞬间清闲了不少 如此一来 每天除了能去健身房运动 还能轻松挤出来四五个小时的时间画画 跟着学生们一起泡在自习室里 阳光洒过窗帘 我安静坐在屋内 拼住铅笔画过纸张的沙沙作响 也是一种幸福 我知道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一段时间后 画室的一名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就坐在我的旁边 是第一次来 用的初次团购的体验券 她的画幅有灵性 还画得又快又好 她在绘画时是极其沉浸的 仿佛人已经和画作完美的融位一体 画笔不像在绘画 而是仿佛在纸上跳着舞 但这不是最吸引我的 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些画剧 我对那些画材十分眼熟 因为那正是我卖出去的几箱之一 画板被女儿摔过 侧面有着两道深深的磕痕 我这才想起来 我当时寄画材的时候的 却有一个本室的地址 她现在用的 是我那机箱里最旧的一批 我本以为这磨破的 不会有人要 但还是抱着适适的心态 一整箱只挂了一百块钱 结果被她买走了 我卖的画材都是按种类配好的 买一箱就足够应对全部所需 不用额外再买 她给我留言 说感谢我 说我是个大好人 帮了她大忙 她还把我当成树栋 分享了她的现状 她说她家里种男轻女 她父母不想浪 费钱让她学画画 也目前供她上大学 她只能偷偷练习 把希望寄托于绘画大赛 一个多月前 她在废弃仓库 偷偷画画的事 被她爸妈发现了 他们扔掉她存钱许久 才买下的廉价花财 又打了她一读 警告她别再动歪心思 可她依旧不愿放弃 就买了我卖的 最就最便宜那箱 她走的时候 我在楼道叫住她 问道 同学 打扰一下 请问你的网名 是锦里小金鱼吗 她狐疑地看着我 阿姨您认识我 我笑了下 仔细向她说明情况 她知道我就是卖家后 先是震惊 再是感动 最后是遗憾 她真名叫成锦 她说只是听说这里气氛好 买体验券来试试 果然非常喜欢 但月卡根本办不起 明天就来不了了 她眼里的失落 我看着心疼 就好像看着小时候 被迫放弃梦想的我自己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每天都可以来 没关系 阿姨全部帮你解决 她连连摇头 那怎么可以 半卡要这么多钱 阿姨都卖我画财了 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我说不用花钱 免费的 她一愣 啊 我微微一笑 因为我是这家画室的老板 我不仅免了成锦的花费 还告诉她 可以随意使用我全部的画财 更可以向当天屋内的老师请教 她无以为报 直接哭了出来 我安慰她 阿姨不需要回报 如果你心里过不去 执意要回报我的话 就去拿下绘画大赛的一等奖吧 到时候 我可以挂横幅宣传 说我们画室出了个大赛 获奖保送生 生意肯定会更加兴隆 宣传是我临时想出的说辞 其实根本无所谓 毕竟 我的画室已经很火热了 要是生意再兴隆 如今的两层也做不下 我就只能再赤字买一层楼了 她却信了 目光坚定地看着我 我知道了 阿姨 我会的 我一定会拿下大奖 成为这间画室的骄傲 此后 每天放学和周末 她都会来到画室练习 风雨无阻 就连老师们都对她赞不绝口 说她是整个画室 最有希望拿一等奖的学生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很快 就到了大赛之前半个月的周末 我再次见到了女儿 两个多月的时间 短到不足我养育她时间的1% 却又长到我几乎快忘了世界上还有她这魔一个人 真的很神奇 血缘清晴 说淡也就淡了 我见到她的起因 是她陪着她以前学画画时的朋友 来到我画室体验自习 她朋友来认真画画 她来打游戏 多日不限 她胖了许多 皮肤满是油光 痘痘肠满脸 一看就知道 她这些变化 都是来源于不健康的饮食 以及不规律的作息 离婚后 默仁再像我一样管她了 她就彻底放飞自我 有时候 过度的自由 其实未必是中自由 但都无所谓了 随她去吧 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不准备和她搭话 默默在角落画画 曾经坐在我的旁边 认真练习 天不遂人愿 女儿去拿了一把零食 回座的时候 和我的目光撞了正着 她很震惊我 竟然在这里 静止走了过来 你这老女人 为什么在这里 你怎么变瘦了 是不是化了妆 要不是我眼神好 差点没认出来 你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想勾引谁啊 她声音很大 话语难听 引得自习室的同学们 纷纷侧目而逝 大部分常来的学生 都知道我是老板 也都很喜欢我 见我被辱骂 眼里仿佛都要喷出火来 还有几个学生 差点帮我骂回去 成吉也看向我 目光担忧 我摇头示意大家默示 就把女儿叫到楼道去了 我问她 公共场合不能大声喧哗 尤其是自习室 你爸莫教过你吗 以前她虽然 经常在家里骂我 但在公共场合 还算有礼貌 只过了两个月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是因为谈红尾吗 还是跟小混混男朋友学的 女儿对着楼梯吐了口谈 我呸 你特模跟谁说话呢 你是不是忘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妈了 你根本没有资格管我 你个没用的失婚妇女 社会的垃圾 在我面前逞实魔能 我声音发冷 我在以老板的身份跟你说话 你大声喧哗 影响秩序 我会把体验券的钱 全部退给你 请你马上离开 女儿愣住了 半晌后 吃笑出声 你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真是脸皮越来越厚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全市最火的画室 就连外地的网红 也过来打卡 你是老板 哈 你配吗 他说着 还用长长的指甲猛戳 我的肩膀 回去 我就告诉我爸 你跟他离婚后 得了失心疯 摆不清自己位置了 幸好没跟你 不然我都嫌丢脸 他再次吐了口痰 转身就走 拉开楼道的铁门 然后他停住了 门外 是一片人墙 位守的是陈锦 后面站着十几个熟悉的面孔 都是画室的常客 他们将女儿堵在楼道口 铁门能隔音 但贴近也能听到谈话声 看他们压抑怒气的神情 很明显全听到了 我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 应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一名男生忍不住开口 你这样的畜生 根本不配做将阿姨的女儿 起了个头后 发声的同学接二连三 你不相信你妈妈 还辱骂你妈妈 有你这样的女儿吗 白眼狼一个 心疼江阿姨 江阿姨这魔好的人 你都不知道珍惜 我做梦都希望 有个这样的妈妈 大声喧哗 随地吐痰 我真心为你感到羞耻 女儿被骂得一愣一愣 不敢相信 我真是老板 被两位力气大的男生 扭送下楼 最后 是陈锦开口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我眼眶发热 当众让我难堪的 辱骂我的 是我的亲生女儿 而拯救我的 却是一个个陌生人 我江念 究竟何德何能 能收获这魔多真心 对我的人 直到成锦地我纸巾 我才知道 我早就哭了 江阿姨 您别伤心了 她不值得 她的声音 也有些哽咽 您这魔好的人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侮辱 是她有眼无珠 不知道珍惜 这不是您的错 过去的事 就让她过去吧 我们要昂首挺胸 一直向前走 这是您教给我的道理 我一直记得呢 最后 她小心翼翼问我 我将她轻轻揽在怀里 我将她轻轻揽在怀里 然后点了点头 可以 晚上 我和陈锦道别 离开画室 准备去健身房运动 刚出楼门 女儿就从树后走了出来 她一直在等我 此刻 她脸色发白 嘴唇被咬出了血 我皱了皱眉 你怎么还在这里 她嘴唇动了动 却没说话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抬步 没事 我就走了 等等 不要走 她大声叫住我 然后扑通一声 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妈 对不起 她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听了这话 我非但没感触 眉头还皱得更紧 你这是干什么 她死死低着头 自顾自地跟我哭诉 其实 我今天对你那样 就是在逞能 不是真心话 这两个月 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我爸不管我 后妈也不管我 奶奶更不理我 每个月就只给我几把块钱 我男朋友劈腿了 我发现之后 他就偷走我的钱跑了 可是 可是 我发现我已经怀孕了呀 男朋友不要我 我爸也不给我钱 我末法打胎 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 妈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今天那么对你 是我昏了头 我再也不会骂您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 就是最后一次 可以吗 以后肯定听你的话 你让我画画我就画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说到做到 可以吗 妈妈 我有些恍惚 我已经不记得 她有多少年末叫过我妈妈了 自从有一次谈红尾叫我老女人后 她就一直跟着叫 再也没改过口 用这种讨好的语气跟我说话 更是一次也没有 说实话 我差一点就心软了 但我一想到 上辈子的我 就那魔死在了黑暗潮湿电梯井里 我死后 她是耐磨的高兴 我就永远无法原谅她 如果我没有重生 那我就是真真正正地死了 她对我来说 只是杀我的柜子手 我们早已不是能和解的关系了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 算了吧 你已经不再是我女儿了 我给你转了做人流的手术费 就当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 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就到这里吧 别再见面了 这时 程锦从楼门口走出来 见到我们两个一站一跪 诧异道 江阿姨 她怎么 我上前两步 牵住程锦的手 声音温柔 漠视 我们走吧 不是说要做我的女儿吗 怎么还叫阿姨 程锦抿了抿嘴唇 害羞道 江妈妈 女儿愣愣地僵在原地 看着我们渐行渐远 直到消失不限 她这时才终于意识到 我对她的母爱 早就跟那些话剧一样 全部被回收了 她后悔了 但再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早 谭洪伟和婆婆同时找上门来 谭洪伟见我打扮精致 眼睛看得发直 老婆 你怎么突然这磨漂亮了 我警告她 注意你的说辞 婆婆摆着于往日大相径庭的笑脸 握住我的手 我听谭千千 说你当了大老板 我今天这一看 果真名不虚传啊 哎哟 你看这手 都比以前细嫩了 果然钱能养人啊 江念啊 你看你都这磨发达了 是不是应该付给我们颠斧养肺啊 我们养谭千千也是不容易 就那磨点抚养肺 对你来说 只是动动手指的事 你看能不能 我打断 抚养肺我每月都有支付 八千块钱 等于在你家时 我的全部工资 如果你不知道那笔钱 不如问问您的儿子 谭洪伟一脸尴尬 把婆婆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埋怨 妈 你是说来要钱 也莫说要抚养肺啊 婆婆说 哎呀 我这不是找个借口吗 谁知道已经付了呀 话说回来 钱都哪去了 谭洪伟连连摆手 让他别说了 我这位天真的婆婆 真是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啊 还能哪去 养心的小三去了呗 前段时间 我逛商场试鞋的时候 还看到谭洪伟 挂着其他女人的手呢 出轨过一次 就会有无数次 并不存在 说出鬼后和小三结婚了 这辈子就不会再出轨了 这种男人 除非挂在墙上 否则是不会老实的 我对婆婆提出建议 你要是真想知道 不如查查她的消费记录 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婆婆真会去查了 发现近期 存在许多开房记录 她瞒不住时 查完还大大咧咧问谭洪伟 新的小三有没有怀孕 是不是男孩 小三嫁过来后 本就受气 知道谭洪伟出轨后 大闹一场 是死都要离婚 还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 好巧不巧 她排队的时候 遇到了我女儿 谭洪伟和婆婆 很快也知道了 闹得一阵鸡飞狗跳 后来 我就没再关注了 她们对我来说 早已无关紧要了 全国会画大赛 全国会画大赛如期举办 我跟着陈锦一同来到比赛现场 大赛的比赛流程 是选手们带着画作依次上台 在展示画作的同时 简单讲述主题和寓意 在游数十位权威人士 进行现场评审打分 最后根据总分的高低进行评讲 直到陈锦上台 我才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 我之前想提前看一眼 她却神秘兮兮对我说要保密 到时候给我个惊喜 的却是莫大的惊喜 除了出色的画迹和功底之外 更让人动容的 是画面的设计和寓意 她画的是一位母亲 正用手掌拖住一孩子 母亲的心脏有一丝裂痕 而孩子的手里正拿着画笔 填补这个裂痕 母亲的头发是蓝色的 带着波涛像一条姜水 而头上 佩戴着一枚小小的锦里发卡 我的灵感来源 就是我的妈妈 她不是我的亲生妈妈 却胜似我的亲生妈妈 如果没有她的栽培 就没有现在站在台上的我 更不会有这幅画 我父母重男轻女 不让我学画画 是她愿意向我伸出援手 支持我 鼓励我 让我坚持梦想 我也愿意永远站在她身边 治愈她心灵的创伤 对我来说 她就像这条浩浩伤伤的江水 将我这条小锦里 推向更远的地方 她说到这里时 我早已泪流满面 评委习和观众习 先是片刻的沉默 而后就是雷动的掌声 高中生的绘画大赛 能出现这样一副真诚 寓意深刻 还能打动人心的画作 简直是史无前例 我也跟着鼓掌 无需等待结果就知道 这场比赛 她赢定了 最后 她缓缓道 我叫程锦 她叫江念 我们彼此救赎 我们也 命中注定 谈千千番外 我妈的名字上电视了 还是和那天遇见的女生一起上的 那女生得了一等奖 保送名牌院校 免学费 每年还有全额奖学金 这坡天的富贵 怎么就没有轮到我头上呢 还有 那寓意真的好扯 我妈是姜的话 那我还是谈呢 她应该包容我的 又怎么会 怎么会不要我呢 啪哒 啊 我的眼泪又落下来了 真不争气 自从躺在病床上 我就几乎每天都在哭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在哭时吗 可眼泪就是控制不住地往外冒 肯定是得那个病引起的 我以前明明不爱哭的 一定是的 大家不是都在说 得了那个病之后 就会慢慢地好多好多的病吗 不光得病 还会传染 我是个肮脏的病毒 没有人要我了 是啊 我得艾滋病了 要不是去医院做人留钱 会检查传染病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都是前男友害了我 他真该死 不对 是我活该 谁让我当初不听我妈的话 非要和那人渣在一起 我自作自受 为了他的积聚甜言蜜语 为了谭洪伟的虚情假意 就放弃了对我最好的妈妈 妈妈心上的裂痕 都是我造成的 而修补裂痕的 却是别人 妈妈对别人好了 他不要我了 不要我了 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什么都看不清了 然后看不现了 医生说我 因为近日每天都哭 把眼睛哭瞎了 我还确诊了重度抑郁症 需要吃药 我笑了 真好啊 我的报应又来了 怎么不再多来点呢 我可在这等着呢 只要我这辈子吃尽了苦头 受够了老天给我的报应 下辈子 我妈妈肯定就要我了 她还会牵着我的手 带我去上会画课 她也会在寒冷的冬日 亲手为我做一碗热腾腾丸子汤 丸子汤好香啊 我真的 好怀念啊 我眼睛瞎了 什么都看不现 只能中日躺在床上 面对一片漆黑 一片死寂 我开始头痛欲裂 整夜睡不灼绝 只能白天吃抑郁症药 晚上吃安眠药 再后来 不知过了多久 我吃药也睡不住了 我想多吃点 医生去却说 我不能再加量了 可实在太痛苦了 我一口气吃了一瓶药 终于 我变得昏昏欲睡 朦胧间 我好像看到了妈妈的脸 她在对我温柔地笑 我仿佛在下坠 一直下坠 然后 坠入了妈妈的怀抱 真温暖啊 我终于 能回到妈妈身边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